明天陳玉玲又要來了 大陸的海協會會長 陳玉玲明天來到臺灣 要進行第八次的江城會 主要討論的議題 就是兩岸之間的投資保障協議 其實這一陣子來 大家都很清楚 看到不管是臺商 不管是臺灣的民眾 到中國大陸去的時候 經常會遇到一個 如果不小心觸犯到 當地的法律的時候 可能整個自己的權益 會受到很大的損害 但是有更多的情形 是你真的也沒做什麼錯事 可是莫名其妙就被關起來了 而這中間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臺商在當地發展得不錯 很可能是你的對手 或者是當地的地方政府 寄遇你的財產 所以用各種莫須有的罪名 扣在你身上 然後把你羈押個幾個月之後 在胡辦判刑 我們來看看這樣子的問題 是不是有可能在明天的 第八次江城會得到一些解決 第八次江城會談 即將在九號啟動 兩岸將由海基海協 簽署投資保障協議 待協議生效後 台商人身安全受限制時 大陸方面必須在24小時內 通知家屬 在爭端解決的部分 納入投資人對政府的投資糾紛P2P 以及投資人間的糾紛P2P 并扩大保障经第三地投资的海商 对争议中的案件也有追溯效力 代表签署协议的海协会长 陈云林8号中午将抵台 两会下午进行预备性磋商后 9号上午在原山饭店进行第八次江城会谈 下午签署协议 陈云林10号中午将离开台湾 不过在江城会期间 台连已经决定动员上百人 进行定点和车队抗议 民进党则是召开重大议题协调汇报 但也决定这一次不跟进 两岸协议监督联盟也质疑 台上人称安全保障规范 应该列入投保协议文本 而非仅以共识文件来订定 否则再多的承诺也无法取信于名 介绍陈信龙台北报道 为您介绍来宾 我们欢迎是台权会的会长 同时也是两岸协议监督联盟的召集人 赖宗强 赖律师 大家好 我们再欢迎臺湾投资 中国受害者协会的理事长高维邦 大家好 中研院法律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廖福特廖老师 大家好 资深财经记者徐启志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看这最近 其实我们只举了其中几个案子 说实在我们整理资料的时候 这个案子真的非常非常多 我们只挑了四五个 两千零四年的时候呢 台中一位正姓的先生呢 因为日商公司请他到中国大陆去 他到东莞的担任工厂的评管主任 遭到中国国安局涉嫌 说以非法经营逮捕 积压两个礼拜 之后证实根本就是抓错人了 还不是所谓的那个所谓的 张冠礼贷或者是扣你帽子 他是根本抓错人的 然后可是就算你抓错人 还是被扣台胞证限制出境 两千一零年的时候 家瑜台商吴先生呢 两千年到中国大陆去卖猪脚 他的朋友呢 寄予他的钱很多 所以勾结当地的公安诬陷杀人 说这个吴先生杀了人 遭到判刑十三年 人根本不是他杀的 被关了九年两个月 我们再看其他的案子 两千一零年的时候 新店的王先生呢 也是在大陆经商 两千零一年到深圳的时候呢 无故被控绑架 遭到公安刑求 没有证据的情形下 仍然被判十年 服刑了七年八个月 一一年十二月的时候 台商张九龄的父亲生前在安徽定远投资 盐矿 过世之后 他的公司呢 就遭到软性的大陆干部私吞 而且勾结当地公安局的局长李俊呢 李俊构陷 联合诈欺的罪名积压七个月 我想请教一下李市长 您当然会有更多更多的这些例子 对 这个问题 在明天 陈云林来到台湾之后 我们要进行所谓的两岸投资保障协议 是不是就不会再发生了 大家对这个两岸投保协议 我想可能都没有深入的了解 公民思议两岸投资保障协议 就是保障台商的人身安全跟财产权益 但是你如果仔细去分析他的内容的话 两项都得不到 前面一项说人身安全 说二十四小时争取到了 但二十四小时代表什么 二十四小时争取通知你的台商说 把你这个人扣在这个公安这边 你也不能请律师在场 替他这个侦查之间替他做一些保护的做事 都不行嘛 所以二十四小时争取到 因为他不是一个法律的国家 所以一点意义都没有嘛 总理办就是这么一个案子 对不对 在五十一天前说他设计了 这个是因为他是法轮功 所以说他这个协助调查法轮功 可是过了过了过了一阵子 然后马上现在关了五十一天 按他一个名说说他有颠覆政府 这个这个就是破坏了什么 插谷盖台之类的 他一个人到中国才去的三天 所以在在过去很多很多的台商案件 其实囚禁台商是掠夺台商财产的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齐治大哥我请教你 然后我们不是很难理解说中国台商在中国大陆面对到那种危险的处境 所以那就是说我如果像是高理事长在中国大陆很成功赚很多钱 我就要很小心 很小心 也许跟我开疆辟土的那一个共同伙伴 也许是我的下属干部 也许是昨天晚上才跟我一起喝酒的是当地的这些所谓的那个重要干部 甚至像是公安什么的都很可能莫名其妙 隔天说我杀人 说我抢劫 说我绑架 然后就把我关起来 然后就给我判刑个十年八个月这样子 对 其实没错 就是我们对中国大陆 我们讲到这是个人 个人可能受到很多困扰 那大家觉得大财团应该比较没有问题 我许现在正在发展中的两个案子 就是圆柏 圆柏在大连开百货商城 经营多年 绩效也很好 现在呢 那个他的房东跟他调涨 租金调涨一倍 然后呢 他不从的时候开始断电 断水 那他正好就地方法院来裁判 他地方法院裁判说 这个是商业纠纷 所以这个房东要断你的电 我们无权干涉 大家可以想说 这是已经很大的集团 徐旭东在两岸也是算有头有脸的 他也是不理你 这是第一个案子 另外是在白脑会 白脑会就是我们台湾蓝天电脑 去投资大陆的一个很大的 这个所谓电子的连锁商场 他自己盖大楼 自己盖 自己盖大楼来出租 就像光华商场出租 给这些客户 这样子 连续三年没有调整 出租大陆房争长很多 今年所想应该调整一下 调整个八趴 全部被围困到这边 而且围困谈判了到半夜 把你人全部抓起来 派出公安来保护 但是他们说 我们也没有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继续谈下去 那这些所谓的分租者 希望说我可以做二房东 他说你不能做二房东 否则的话 将来三十几个卖场 每个都这样干 我蓝天电脑 就没有办法管理这个商城 这都是去大陆很久 已经原本白脑会 都我们认为说 非常成功的企业 都要受到这样很大的威胁 而且无法处理 是不是有投保协定 真的你有投保协定 地方就离你吗 显然也不见得 都这么大的企业在的话 他们也是非常的困扰 那你想一般的个人投资者 那当然那很多是 这个是新闻爆出来的 那像个人投资者 像这中顶邦 如果没有爆出来 可能台湾 没有人知道中顶邦是何等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个人 台湾各种冒险户 就是台湾的个人 特别说我一个人敢去冒险 在大陆各地 你看他都是 所以包括连徐旭东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组 照样他都一样被整肅 被斗争 廖老师 您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学者 我想请教 难道真的是无法可依吗 现在我看台湾很多案例 那我觉得这共同的一个情况 就是在中国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法制的社会 也就是我们谈论 不管是财产上的伤害 或者是人身上的伤害 来看的话 都对这根本的一个原因 都是因为中国 他不是一个法制的社会 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还是有审判制度 所谓的法制社会 他必须要看实质的问题 他并不是表面上有一些罪名的形式上的规定 可是实际上 他却是可以滥用的 那中西邦他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刚才提到中西邦 被所谓他被宣称所犯的罪 是什么说使大陆居民破坏廣电设施 或者说有插波 或者是说盖台 这种情况 可是说你想想看这个事情很吊诡 如果有这种真正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他会有共犯 可是这个事情 我们完全没有发生说有任何的共犯 却只有中西邦一个人 如果中西邦真的有这么天大的能耐的话 我相信中国政权早就倒了 把所有的那个广播的设施 说电信全部都遮盖住了嘛 所以我们跟他中国大陆 谈什么国际法 什么法都没有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实质上的问题 也说这个是实质上一个很很重要的 一个保障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人身安全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只有投资保障协议所说 那个二十四小时通知而已 是 他应该是所有的程序 所有程序问题 说他通知不能告诉 我说二十小时通知之后 那然后呢 我知道我被害了 我知道我要被拘捕十年了 可是后面却没有办法那个保障 因为他必须要进入到后续 所有的程序的保护 是他可以很正常的聘请律师 这个律师本身也不要被威胁 賴律师您怎么样看待说 在明天我们就要跟中国大陆去谈这些协定 然后我们很简单 很快的介绍一下 什么是明天要谈的两岸投保协议 第一个其实这个整个范围定义有扩大 这个也包括说经过第三地 也许是香港 也许是美国 也许是加拿大 哪里经过第三地 到对方去投资 其实也主要是台湾 到中国大陆去投资的这些人 都是在含怪范围里内 包括人身自由跟安全的保障 台商以及所属的员工眷属 整个人身自由受限的时候 这也是刚刚我们一直在谈的对来二十四小时 通知家属 通知之后就怎么样 你大概就是也是无能为力 然后要有透明合理的征收跟补偿 如果双方同意征收 应该要符合公共目的等原则 而且依照市价予以补偿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部分 有多元争端的解决管道 这个Ginus Government 就是政府对政府的争端 然后另外呢 这个是private 就是个人或者是投资者 或者是私人或是企业对政府 也说如果你遇到当地政府 要对你怎么样的时候 是你个人的企业 或是这个个别的投资户呢 你有这样子一个解决管道 或者是个人跟个人的投资纠纷 你跟你的竞争对手 或是你的同事伙伴呢 遇到这种纠纷 怎么解决多元的解决管道 还有像其他的议题 我请教了賴律师 有沒有用对于台商 或是臺灣民众 到中国大陆的安全保障 我想帮助有限 那时间的关系 我没办法谈太多 但是简单讲 就是说所有这些中国 愿意让步的 都是他现刑法有的规定 他拿来跟我们谈的 就是说我法律已经有的 这样做的我跟你谈 我法律 那个没有给台商的权利的 我都没有答应 从最开始来讲好了 比如说扩大投资人的定义 包括说你透过第三地 开面群岛 微经群岛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这个在他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十四细则 里面就有一模一样的规定 然后二十四小时通知 在这个中国的刑事 訴訟法就有规定 那我想结论是说中国愿意让步的 他就是把他法规已经有的规定 拿出来虚晃一招 跟大家谈一谈 他要给你的是他早就给了 对 他这次没有再给任何东西 没有 那我想我们要让他给什么东西 才可以让整个台商的安全 做到保障 好 我们就谈人身自由好了 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大陆公安乱抓人 所以解决乱抓人的问题的根本 你要去规范公安不可以乱抓人 那如何规范公安不可以乱抓人 很简单 就是说一般民主法治国家 就是你警察机关 检察机关要抓人 要经过法院的同意 那这样就会全力互相制衡 但是在中国大陆就是不搞这一套 他说不搞权力制衡 所以公安可以直接把一个人抓起来 抓三十七天 监视住居可以六个月 这个都没有经过法院 如果真的两岸要谈人身自由保障的话 应该从公安不可以乱抓人 开始谈起 也就是说 就是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 第九条所讲的 你要逮捕 积压一个人的正当法律程序 必须经过法院的审讯 可是那是我当然能够理解说 您想要讲的 可是那样子要求 会不会太过也不切实际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 对自己的国民 都是这样子乱抓的 我们如果真的要保障台商 其实就是在寄期望 整个中国大陆 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司法改革 所以换句话说 你不可能期待这样子的想法 应该是说这是个根本 那如果说这个根本有困难的话 比这个二十四小时通知 更实在的 当然是通知 也是要通知 但是不是指台湾 这个通知很重要的 要去谈的是说 要让家属可以去探视 要让台湾政府所派的代表 可以去探视 是 第三个 就是说要去谈 当公安训问犯罪嫌疑犯的时候 比如说中鼎邦 被中国的国安单位训问 训问的过程 应该让律师可以在场 是 我想这三个权力 是最根本的 这个才能够解决问题 而不是说光是通知 否则通知完了以后怎么办 是 通知完了 当然让大家可以去看 要抓还是抓 要关还是关 对对对 通知完了就是要谈探视权 是 然后要谈训问的时候的律师在场权 是 是 是 那我想这个是比较低层次 应该要做到 理事长你怎么看待 有可能让接下来台商 不要再像您这样子在大陆受害 其实非常困难 其实老实说 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台商受害最主要的原因很简单 一个就是乱执法 对台商不利的 他随便就给你执法 另外一个就是不执法 对台商有利的他不执法 我讲两个简单案例 一个是陈思根 他曾经在1993年是海南岛的首富 台商里面的首富 有高尔夫球场 有商场有工场有这样一个人 他也是当时的这个海南岛的这个外资协会的理事长 是是中国的 那可是他上了一个陷阱 就是郑州 荷兰郑州有一个合作社 就是银行了 就主动的带地币钱给他一千万人民币给这一个陈思根 因为陈思根他的资产大概是十亿以上 所以带了这个钱之后 然后过了一阵子 这个要还钱的时候 突然带钱给你 你要一个保人 他就找了一个供应单位做保 然后这个保也经过他们的对保 对保完了最后 最后说你那个对保 你那个保证人的硬件是伪造的 所以硬件是伪造的 所以你涉及了诈棋 最后被判刑十五年 他说那我就还你这一千万 那不行 不能让你还 你就关十五年 结果关十五年出来之后 他的台商就全部没了 我在讲另外一个案子 是福建的一个台商 这个台商华西聪 他在1996年就在那边设工厂 然后发现这个经营下去非常困难 那么他就把他的公司停业 停业之后就把这个工厂 转租给另外一个台商 转租给来到了两千年土地要被配卖了 然后他仔细一年就原来他的公司 已经像银行有六个家银行 带了一千多万的人民币 那这个年都是他带的 但是他没有带啊 然后最后他的老板就就坚持要追到底这个案子 就花了十年的时间 上返投诉请愿打官司到最后他赢了 因为这些这些证据都是作假的 是硬件也是假的 他的这个各方面的都是假的 那谁做的 他也通通找到找出来了 法官也在里面 检察官也在里面 前野他们都分了 这也是伪造文書 所有的都是造假的 可是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他打赢官司 土地到今天他拿不回去 那些人也没被判 那些人 你起诉都没起诉 立案都不立案 所以你看看 同样一个法律 伪造文書 那一个保人跟我台商有什么关系 被判十年 你就判十五年 十五年 关十五年 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法官做 一大堆的人来坑 没事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不执法 乱执法 对台商 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大陆 你怎么 你怎么 他就是一个突费政权 你怎么跟突费政权 谈任何的协议 这个投资风险真的是很高 但是另外 我们又看到说明天 第八次江城会要谈两岸 投资保障协议 可是有一个最荒谬的事情 就是中顶邦事件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跟说明 我们当然不清楚 中顶邦是不是真的犯了中国的法令 可是在整个过程中 征讯没有律师陪伴 没有对家属清楚的交代 以及在之后呢 包括台湾媒体 包括台湾的这些民众 对中国大陆的指引 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 中顶邦事件 很可能就是两岸投资 保障协议一个最大的讽刺 我们来看看 在父亲节前夕 台湘中顶邦的女儿钟爱 将自己囚禁在牢笼中 要总统马英九救救他的父亲 父亲节的送礼活动 打折活动 我都很害怕 然后很难过 因为这个时候 我父亲不在我身边 今年非常难熬 马总统 和时讲话说话嘛 救救我的儿子回来 台湾同时也是法轮功学员的中顶邦 在6月15日 飞往中国江西老家探亲 从此与家人之连 近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 中顶邦涉嫌电视插播 以危害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的重罪被拘押 而且据称中顶邦已经认罪 但外界很担心 他是被驱打成招 虽然这段期间民间团体和立委奔走抢救 但马英九总统却未曾公开表态 中顶邦的事件发生到今天51天 马英九总统跟我们的政府所表现的无能 已经到了自甘堕落的地步 中爸爸的事件都不出声 没有资格做这个国家的总统 眼看江城会就将登场 民间团体痛批 台湾人去中国探亲都会被无理扣押 台湾公民连人身安全保障都没有 还奢谈什么投资保障 我来看看中国大陆到底怎么说 中顶邦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 在两千一二年今年六月二十七号 新华网说江西国安机关呢 讲两千零三年以来 中顶邦透过中国大陆的居民 收集若干分的机密档案 也就是说这个叫间谍 然后呢向中国大陆 邮寄广播插播器材 而且缩使大陆的居民破坏 在广电设施火动他人多次攻击干扰 大陆的电视节目 卫星讯号触犯了相关的刑法规定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跟公安 两千一二年八月五号的时候 新华网再说 也就是最近两天前 中顶邦案侦办一个多月来 进展顺利 中顶邦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中本人跟其家属 希望大陆执法机关依法 给予宽大的处理 再来看看中顶邦的家属怎么回应 第一个中顶邦没有违反 中国的宪法跟刑法 也没有毁罪跟认罪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中顶邦是遭到罗兹 罪名非法绑架 第三个就算是插播 插播也是无罪 是捍卫中国民族的知情权 第四个中顶邦无法行使自由意志 因此是被非法取公 胁迫 第五个大陆亲属曾经向中共表示 应该要顾及两岸关系 尽快的释放中顶邦 第六个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中顶邦 我请教一下廖老师 你怎么样看待中顶邦事件 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到上面 那个slide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那个国家 其实新华社的部分 包括一个部分的话 是其实违反国家安全 应该一个部分是所谓 违反的刑法的一个情况 可是听起来都非常奇怪 说目前为止处理的重点的话 看起来中国是把他刚刚 都是一个违反国家安全的情况 因为他是把他处在一个 所谓的监视居住强制措施 也就是一个所谓 不是我们所称的羈押 就是说一般他是 他自己找到一个地方 把他限制居住 把他关起来的这种这种状态 那问题是说 我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如果他真的是有违反国家安全 可是他人全部在台湾 他如果真的要违反中国的国家安全的话 势必要有对方的接应的人 或者是说他可以达到 那个机密文件要有所谓的共犯 他也要有共犯 或者是任案的另外的连接点 可是这个案子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 如果中鼎邦可以在台湾去侵犯 然后拿到中国的机密文件 中国早就倒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个 他说他去盖台或什么的 当时中鼎邦 人也在台湾 人也在台湾 由这个盖台行为 不见得是跟中鼎邦 是有相关的 这个也看不出来 是有相关的情况 所以说这两个 不管是从他国安的思考或者是说从这个刑罚的思考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实质犯罪的一个可能性的状态 是 那如果说这么简单 他如果是这么清楚的 认为说违反国家安全或者国家的那个好 国家安全我们先不谈好了 那你总要告诉我 他怎么盖台的吧 或者是他怎么那个吧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情况吧 中国似乎是号称告诉我们说 我怎么可能那么容易 让你们可以这么轻而易举 把我的电视媒体给盖掉了 搞不好连这个事情都没有发生 就算有发生 那也必须要去证明是中鼎邦所作所为 这才能够是构成一个刑事犯罪 我对电视工程不是那么熟悉 我们像我们公共电视是这种无线频道 对对 那其实无线频道 因为要有发射站 其实你要有那样子发射站的设施 真的很不容易 那如果是卫星的话 你还能够打卫星 能够下链 那更不容易 不过也许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 证明中鼎邦有或者是没有 可是赖律师我想请教 这中间过程中 会让人家觉得很不满意的是说 你在逮捕的时候 没有清楚的通知 然后之后征讯 没有律师陪伴 然后到目前为止 你总要告诉我们说 如果他真的有 那他就接受你中国大陆的法律制裁 可是他到底怎么犯罪的 你要能够让大家能够信服 这中间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凭什么抓人 你根据什么可以抓人 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里面 他只要很简单的说 有人举发你犯罪 有被害人指证你犯罪 这个就是拘留 羁押的理由 有检举人 我就可以羁押你 对 他说他看到你犯罪 或者是说 在你住处 发现证据 在住处发现证据 就是那个 羁押的理由 那问题是说 什么叫做证据 这个证据的证明力 有多强 就如同那个 那个书建合案 那所谓那个强盗杀人的证据 是说 在你的住处发现几个铜板 那这样的这么简 就是离谱 或者是薄弱的证据 在中国 他们认为说 只要我说有证据 我就可以抓人 不过我们强调了 就是说中鼎邦 大概不是唯一法轮功学员 在中国大陆被逮捕的 就是说 其实我们之前在谈中鼎邦的时候 也介绍了很多法轮功学员 也都被逮捕 所以理事长 你认为就是因为法轮功 对 没错 就是法轮功 法轮功在中国来讲 法律上面没有讲法轮功是什么 但是法轮功在中国 事实上就是被这个 要迫害的一群 这个他认为是 是是这个邪教 所以尤其后来 演变到海外的法轮功 又有媒体又有什么东西 那当然是中共眼中的定 所以你法轮功的 有法轮功的身份人到中国去 当然就被逮捕 但是我要解释一下 刚刚讲说 逮捕其实在中国 是非常烂谱的情况 非常严重 我常常讲的一个 最大的投资案 就是山东青岛的投资案 投资一亿美金 那么集资的这个董事长 叫做吴正顺 他在那边开发 三块土地 一美金开发完成 这三块土地 已经变成了一百亿人民币的 这些价值了 但在那个时候 就马上被关起来 关起来就是有人检举 说他有火箭炮 十分钟可以打到北京 关起来 老共这也信 对不是这也信 这就是他的罪名 有火箭炮 十分钟可以打到北京 因此关起来 七个月之后 取保后审 这么严重 怎么取保后审 取保后审 取保后审 就是保释出来 保释出来不能离开 不能离开这个中国一年 但是保释出来那天早上 他发现他所有的土地 最后一块土地 已经移转出去了 所以他出来 没有资产了 没有资产 所以一年之后 他回到台湾 登了这个整面的广告 十八次各大报 说青岛探官 怎么掠夺他的财产 是 这个案子到今天 都没有办法解释 所以换句话 现在台湾有两种人 会非常的危险 如果去中国大陆的话 第一种是 你如果是有钱的商人 你如果穷得一塌糊涂去 大概也没人要理你 第二种叫做法轮功的学员 就算你不是干部 你根本是默默無名的人 还是很危险 中底班就是个默默不溫的人 在台湾 大家都不晓得 他是 問題是恐怕不只是 这两类人而已 我们去会有问题 重点问题是说 你是不是法轮功 不是你自己决定 而是他决定 你是不是会有商业的危险 也许我们今天谈法轮功 我们都变成法轮功了 對啊 或许是说你到哪一天 那些东西不会再增加吗 就我们今天看到 是两种类型的人 他难道不会有第三种类型的人吗 如果说到最后 你在中国讲的任何 不是当的话的时候 就会变成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是 是啊 所以他的危险性是在这地方 不過解释大哥 我们大概有意思要汙蔑 或者是那个 对中国道路有更多的指控 可是如果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而且继续扩大严重的话呢 恐怕这是两岸 接下来要展最大的 其实从这些这么多的案例 你看台湾政府的软弱 也是个关键 我们没有很积极地去处理 这个问题 我自己本身曾经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同学打电话给我 他被他在小型三位公司 然后在东莞这边工厂被控制住了 他想要我想办法 我打电到这个 就是说海忌惠去 海忌惠讲一句话说 我有查一下 他们是私人的债务纠纷 就是那所以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处理 到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 你放心 我现在同学我很安全 因为他公安来保护我了 所以我们政府对这些人 他都没有办法做任何进行的保护 甚至可能说 我大概了解 没什么关系 我就趕快推开 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人 现身在中国道路里面 我相信当然绝对有人是犯罪的 我们总之有些人是犯罪的 但是有很多人 确实可能像中頂班这样 可能是被罗兹罪名 我相信他大概没有那么大的难害 即使有 我觉得中国你把这些证据都讲得很清楚 那OK 我们就认了 如果你想他真的有用这些器材 蓋起來符合他们的罪行 我觉得那我们就认 但是那么多人在中国大陆 受到这么无理的这种 所谓被中国大陆来诊治 或者这些公安来 来把它修辱 甚至无言无故的关进去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 我觉得中頂班当然是个誓金石 我们政府来用这个来做一个起点 把这个人如果能够营救 不要说营救 在证明他到底有没有犯罪 把誓摊开在大家的面前 但是我们觉得对这些犯罪 我们从来没有讲什么 那就是说你习惯说 臺灣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中间 有任何的角色有许多该做 但是没有做的事情 第一个他要讲话吧 总统要讲一句话吧 理事长 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有政府 我们背后有政府 所以当他说你从别的地方 这个第三地投资 通通发展两岸投保协议 你要知道台湾在中国来讲是非要